但如果他沒有查我大概可以玩得好看 喔所以我一直跟你說沒關係 你可以當羅君說大老婆 對啊 你就真的去當喔 那你不行耶 那你不行 然後當時我在收到的指令是 我不可以在表演中出聲音 Oh my god 對 我剛剛突然有點經歷各當 那時候對我的心情來講我覺得很問號 我很想宣寫可是又沒有辦法 因為我如果違抗的話我就會被淘汰 因為這個規定可能評審也不知道喔 我懂因為是幕後獎 對所以評審也只是會一直說 你為什麼不唱歌 你為什麼不出聲 但我沒辦法講說這個東西 我就說喔好我下次會努力 可是因為我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幕後的人又會說 你真的不要唱喔 你真的不能唱 但是因為我很感謝我當時的團員 就是 就說你就唱一句 我們一句就慢慢來 欸你怎麼過的啊 蛤 你有沒有度過這一段時間 不是那段我真的覺得很 你怎麼度過的 就覺得沒有我當時的印象是 怎麼會想哭 我當時撐住自己是 我想要火到最後 不是 我自己會為什麼會一直 雞皮疙瘩很有感覺 是因為我也是比賽過來的 所以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說什麼 潛規則或是什麼 什麼本來就既定好的 是因為這是一個節目 節目 啊 節目要好看 他們會選擇他們覺得會好看的人 來選擇他去講話或做事 我們是理解的 可是我們不可能不會覺得委屈 因為我們也是人 就是我們有感覺 然後我們想表演才會去比賽 所以我說我很了解 是因為我之前也曾經 就直接在十幾個女生裡面 被指著說你是最胖 又是最不好 最長最不好看的 你有什麼 你為什麼覺得你有資格可以 就是紅可以出道 一樣 可是因為很多事情 不是可以全然都照顧到的 一定會有一些是不被照顧到的人 對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真的不要因為這些 就覺得否定你的所有未來 因為你們看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欸我必須說 當時 我覺得 如果你們是被排到邊邊的 或是你們不能主持 你們一定要像我們一樣的心態 因為我那時候心態是 加油 我想要活下去 我想要撐到最後 因為你不撐到最後 真的 沒有人會看到你 真的 我覺得這個心情 因為我應該活到最後 你才有辦法出聲音 你很棒 哪怕移去都好 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我有聲音是這樣 這樣子 你熬過來了 好不好 我們大家為小賴 大大的掌聲 你在螢幕後面 一定要幫他掌聲一下 因為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真的很少講 是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是希望 用很歡樂 然後很樂觀 很正向的心態 跟觀眾互動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很少被訪問 這一件事情 講出來很難得 那這一次的訪問 我覺得其實你講出蠻多 真的很 deep 很心裡的話欸 我好像連直播都很少講這件事情 哇好難得喔 我們兩個其實是三年前認識的 然後他三年前的時候 我知道他就是因為 我們中間 key 一個樓俊索 對 我們兩個是因為把我認識的嗎 是因為他跟你工作上比較有交集 三年前的時候啊 他就直接跟我說 欸 我跟樓俊說在一起喔 他是我的菜欸 我喜歡他這類的欸 然後 對 你怎麼那麼幸運 後來慢慢跟你越來越好 我就覺得 你太可愛了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很像 我們都喜歡 自己的愛自己爭取 欸對 這點蠻像的 就是很主動 因為我 我當時 認識樓的時候 我真的是壓根以為他男生 你真的沒在隱藏欸 我壓根以為他男生喔 我是 不是 因為 他那時候是完全 沒有 沒有說的嘛 很想追是不是 我今天才知道欸 沒有因為當時 當時 我遇到他 我覺得這個弟弟蠻可愛的 可是他以前不帥啊 他那個時候還就是 是妹妹頭那時候 喔妹妹頭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點可造之才 你也有發現 有啊 你那時候就有發現 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我是一個會先看 然後我就覺得 好我先開始著手 觀察 先觀察 可是還有 那時候還沒有知道他的個性欸 你就喜歡囉 沒有 因為當時在錄影 有稍微知道他家個性 因為互動啦 對他很貼心 他是一個很可愛的男生 對 也不會毛手毛腳 也不會煩別人 而且你毛手毛腳 他也不會討厭你 我跟你講因為 我為什麼 直男的朋友這麼多 因為我後來 去問了一下他們 他們說 因為你就是不會對我們毛手毛腳 因為你會切換模式 你會知道 這個人可不可以接受 你才會去做 對 我知道我有一個很特別的 因為我 我會先 就假設先碰肩膀 好機靈喔 然後就大概了解一下 他的反應 如果他的反應是不喜歡 那我就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他沒有差 我當然可以玩得好看 喔 所以我一直跟你說 沒關係你可以 當樓君說 大老婆 對啊 你就真的去髒喔 那你不行欸 那你不行 那你不行 不是啦 因為我知道老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不會一直很 沒有 他是真的很喜歡你這個朋友 他就說小賴很努力 他說 小賴就是 一直都會 讓他覺得 默默的 但是會 有時候被欺負 他都不講 為什麼他不把之後 讓他跟我講呢 因為他這個人 就是這麼傲嬌 欸他跟我講 我可能會 在他面前再哭一次 沒有 因為我跟妳講 他在面前都跟我裝作說 欸今天不錯喔 因為我們 他就是 表達的方式 另一面就是這樣 就是 小賴很讚 就是 不然他連不錯都講錯 欸他很讚 都不會在我當面說出 真的假的 從來沒有喔 從來沒有 我剛剛 唯一是很感人的 就是你在的時候 喔 因為他說小賴你知道為什麼 我那麼認真把我學好嗎 因為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你教得很好 欸 我剛剛妳不知道他根本 牙根不會跟我說 這個 我跟妳講 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 因為 我是一個感性而生的人 就是我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開心到哭 感動到哭 難過到哭 他是一個 這輩子再怎麼生氣 再怎麼難過 都哭不出一滴眼淚的人 他太理性了 他現在會變得 比較讓你覺得有一點溫度 因為 他有點被我感染 然後我有點被他影響 我變得比較可以理智下來 好好講話了 可是因為跟他相處之後 我知道有些事情是 你把事情做好 你少講點話 你做事 我也讓他知道 你可以不要只做事 你可以有一點溫度 對 就是互相影響 因為早期 真的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冷的人 但我得說 這些都是近期的事 因為我們在一起已經快四年了 前面我們要聊的是 我們吵架的風風雨雨 你都經歷到了 我經歷到有一次最誇張 有一次我們在玩狼人殺的時候 他那一局是 他是好人 我是獵人 對他是獵人 然後樓也是好人 然後突然呢 樓就踩他 大踩他 大踩 而且重點是全世界 就是整片人都相信他 應該說前面玩了兩三局 每一局他都踩他 都踩凡凡凡 然後那一局他是好人 因為前兩局是狼 對 然後那一局是獵人 然後他就大踩他 然後就換他發言 他整個大走心 我直接哭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在 去殷生家玩狼殺前 對 我們兩個在吵架 對 然後反正他就說 幫我們分手啊 你這個菜 夾死了我的狗 我那時候真的很幼稚 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那時候才在一起 兩年不到吧 然後要講辛苦嗎 講辛苦好像感覺到 磨合器 磨合 為什麼我會說辛苦 為什麼我會說辛苦 是因為 他真的是零收入耶 就是變成說 他很辛苦 可是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你也滿辛苦 對 我會覺得 可是男女有點就是 比如說今天我可以 多付一點 可是每一次都多付的話 我會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沒那麼成熟 我不會知道說他以後會不會好嗎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我們兩個 還沒有結婚 我就要付出這麼多嗎 然後因為他可能也不是這麼浪漫的人 也不會買禮物 然後當然沒有錢買禮物 所以我只能一直支持他 因為他每天等於都在拍MV 就是他那時候拍一些就是地下院 我知道 做音樂 對做音樂 可是那個MV就是沒有錢 然後或者是要倒貼錢 然後所以他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爆發 我想說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做好 你至少對我好一點嗎 可是你又都在忙工作 所以我們兩個也因為那件事情 因為朗沙我就有點轉換不過來 我就走心 然後我就爆哭 那你那種問題 你每天都不知道在幹嘛 大吵喔 我們突然說遊戲就停住 我就說 沒關係啦 遊戲而已 幹嘛 然後我們就開始不玩了 我們就坐下來 就開始聊他們兩個的問題 對 說怎麼樣啦 喔有怎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我會有那個心態啊 我覺得那是你累積一陣子了 我累積太久了 對 我覺得那次爆發是好的欸 可是我不是不相信他不會好 是兩年了 沒有我必須說 你已經很偉大了 真的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每個成功男人 背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我跟你講 沒有多少女人 會 就是 陪一個人這麼久 你在他不知道會不會成功的狀況下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 所有的小場 大場 台下就是二三十個人 也不知道他是誰的那一種 對 我覺得下面 在下面 CoconutTree 對我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蠻佩服凡凡 就是 他能經營這段感情這麼久欸 我覺得我戀愛上 有一點微暇 就是 我很喜歡 很可憐的人 喔 你喜歡 你很照顧人啊 我很愛照顧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是一個媽媽體質欸 比如說他今天真的 好假設零收入 我就覺得 沒關係 沒關係 所以我跟我很像啊 但不太像 因為我會忍受不了 可是兩年我可能會忍受不了 但是前 大概一年我都還可以接受 但我必須要看到他有在努力 進步 對 上金星很重要 對 如果這個人沒上金星 我就會完全不要 但如果他很上金星 可是零收我完全OK 欸我只能說還好 當時我爆發的時候 他是很 就是心臟是很強的 他沒有因為這樣就說 好啊分啊 反正你那麼怕不起我 我跟你講 這個我也覺得蠻佩服的 對啊 因為你兩公他完全沒有生氣欸 他說好啦好啦 喔有啦 好對不起 他是道歉 馬上道歉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這種的話 你很容易 沒有啦 我不是受 這類型的人喜歡的 真的喔 我又沒有奶 哈哈哈哈 你很白 對啊 沒事啦 還是有人喜歡你的 全部的啊 你對自己就是太沒自信了 你看我就對自己有點太有自信 所以 很多人現在就說 蛤為什麼粉蠻那麼棒 然後樓靜明說還喜歡 我們下一題就是想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很愛唱歌 所以 你一直到今年其實 才有一些比較多作品的露出 嗯 你跟田亞霍的那一首 是誰人心 不是 我第一首是 哇 我出歌的這個歷史也很荒唐 對啊 你為什麼會想出歌 你本來就想當歌手嗎 我在高中時期的目標是 我想成為 蔡依林或是小雅璇這樣 對 我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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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進天車上寫的願望就是這個 嗯 然後我就是一直 一 就是一路不回頭的 往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我後來去念了戲劇戲嘛 就發現我喜歡唱歌 那我也喜歡演技 好像都喜歡 但是 唱歌我也知道 我可能 先天的聲音條件 可能沒有其他人那麼優秀 嗯 但 我還是想要出一些 我想要講的一些事情 所以 當時 我為什麼不出歌的原因 是因為 我也是 有觀察到現實的考量 就是 我當時的身份 出歌也沒人聽 那我幹嘛要花錢 但是因為直到 公投 第一次公投的時候 我那時候以為 公投會過 所以我先在家裡 把歌寫好了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寫歌 寫了第一首歌 然後那首歌寫完 我已經演錄好 我決定公投完要發了 因為我是要慶祝的 結果 沒過 沒過我就在家裡 哭了一陣子 但我還是覺得我要發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想要傳達的意思 但那首歌 因為對我來說 很有意義 所以我不管 我那時候有沒有人聽歌 我都會去發 這是我第一首歌的遊覽 但後來我就沒有再發了 因為我覺得 好像 就有意義了 這是一個代表性 但你也沒想到 這是一個持續性的東西 對 後來只是因為 我其實一直想要傳達很多東西 只是因為我真的卡在 出歌一定要花錢 那我花錢 我一定要有人看 那我只能 我只能讓自己更紅一點 我才能再發下一首 也才有財力 對我當時的宏願 是我今天就是要被看到 或是我有錢 我才會發下一首 結果我做到了 我發了 真的耶 我發了 下次我會把你抓緊 這首歌也是 我很早 就有這個想法 我只是 付諸到現在 我才吃做它 但我其實有一個疑惑 因為你12月19 就要辦演唱會了 其實這個歌量是不夠的 你該不會請很多大咖嘉賓吧 其實沒有耶 你唱的 你這樣子可以辦演唱會 歌夠嗎 當然我的歌不夠 可是因為 我會把每一首歌 用 有一點舞台劇的方式呈現 好酷喔 就是應該是 因為它戲劇戲啊 對所以 不會單時 不會說我唱完戲戲耶 不會是這種方式 不是音樂會 是一個表演 對 但其實我們也聊蠻多的 到最後的最後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尾聲 因為你講了你這七年來的心境 然後一直到這兩年的轉變 其實我很常跟 就是 不管你是走演藝圈 或是你可能 人生任何行業 你正在 迷失自己 你正在 還在努力 然後有一餐 每一餐的 我整天跟你們講 千萬千萬 不要放棄 因為 你只要有放棄的念頭 你這些年 我不管你堅持了一年 還是兩年 這些努力 全部都會白費 對 怎麼這樣突然有點想哭 不是因為我覺得 苦過來的人 絕對知道你們在苦什麼 老實講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就是這一路 以來 我都是 幾乎是單打獨鬥 幾乎 是耶 是 對 就是沒有什麼 對 你現在不是單打獨鬥 你有一堆身邊 有一堆人 你有發現 有比較溫暖了吧 有現在有啦 但是我說這 前面的 前面的 這一路上 因為其實我有看你跟觀哨文的專訪 觀哨文其實也知道你那個時候有多辛苦 而且甚至拿不到一兩千塊 然後你可以拍一整天然後犧牲很大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要多多就是支持小賴的東西 把他買爆 把票買爆 然後把他的歌聽爆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多東西可以挖的人 我很常覺得我是一個 這個人生很很像來這個世界的傳教 哈哈哈哈 不是因為我 不知道耶 我選擇一個老齡文 你知道我很常就是 說一些道理給大家聽 所以反正希望大家透過這集啦 可以 吸收到一些 可能人生應對的觀念 看到超不同面向的你耶 超不同 雖然你沒有把飯吃完 但是我們還是謝謝你今天 哈哈哈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感謝焦心廚房 感謝焦心廚房 沒有你講的話很重要 所以不吃完沒關係 好的 最後呢就是最近剛發行了一首新歌 那因為現在在錄這個過程 我歌名還沒有確定 那就是最近 9月25號剛上線那一首歌 然後以及現在我的演唱會正在開賣囉 那我不知道現在還是多少票 可能還沒賣出去 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來支持我 因為這一定會讓你值回票價 絕對的 所以大家趕快支持起來 掰掰 焦心廚房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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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感谢观看